接下來要講的是說 當如果今天業務在10月多的時候 他已經確認就是說 他已經接到一筆就是44萬的 44萬的成家方案 那這個部分 假設他今天是10月份簽 那我們會先發1萬元的業務獎金給這位同仁 那到了12月之後 甚至明年1月的時候 才會確定說整個完成的方案是多少 那成本是多少 最後佣金是多少 那所以這邊會展演一下說 當如果之前已經先發了1萬塊錢 那未來確認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去重新計算這位同仁的佣金 好 以這個case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佣金1萬塊錢 佣金1萬塊錢已經發送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invoice0088這個invoice 那我們看一下他相關的佣金的一些資訊 好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佣金 佣金這個位是發給Welson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來看一下Welson的部分 好 Welson在10月份他是有一個1萬塊錢的一個佣金 這邊已經開立了invoice 好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0088這個invoice 這個invoice他這邊 針對這個0088的invoice他有一個10k的獎金 在這邊 那好 那我們已經去開立 同時也已經結算完成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筆訂單 我們已經付給Welson 在10月份已經付給Welson了 OK 那現在12月份了之後 那我們要怎麼去重新計算 這位同仁的佣金 我們一樣回到剛剛的invoice這邊 回到invoice這邊 因為他還沒有支付嘛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要用一個 用折讓單的方式去重新建這樣子的invoice 所以我們就重新折讓新的印收平單炒稿 好 我們就按下撤銷 以這樣子的case來講 我們就已經建立了新的invoice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去重新修正他的用金的部分 今天假設今天 客戶已經確認好他所要的數量 假設3個 3個 5個 5個 然後最後的金額 假設他可能要到55萬 好 以這樣case來講 他可能最後的結論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重新去計算他的佣金的部分 那他不再是10k的獎金嘛 所以他可能假設今天是他一個業務權拿 他就拿100%獎金 他就是57860 好 就這樣保存 好 那其實這個 Wersen在10月份的時候我們就是已經發了1萬塊獎金給他 那最後在12月份的時候 然後這個客戶已經最終確認好這樣子的金額 那他的獎金其實是會變到57860 那這個部分 這個以X2的方式應該是要再補他47860 那我們來看這樣的系統怎麼去做操作 好 這Infoys鍵完之後我們就會按下確認 那我們就會去再重新結算這位Wilson的一些他相關的 commission 的部分 好 我們在下佣金的部分我們去做結算動作 那因為他是12月份的佣金 所以我們的時間要拉到1月多去做結算動作 好 我們就可以看到Wilson他其實已經計算出來是56120的佣金 好 我們看一下喔 可以看到 好 所以其實在這邊這前面其實是27號這邊 其實他有其他比佣金的部分我們先不管他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他在12月14號這邊 他有去扣掉了1萬塊的佣金 他又加上了57860佣金 所以其實以這一單來講 就是成家方案這一單來講 其實我們是要再補他47860佣金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以這樣的方式我們就會去做一個Invoice的結算 佣金的部分 好 那以這樣的case就是說我們還要去補這位 這位就是Wilson的部分 我要再去付他56162的費用 所以在這邊就是去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那當如果說我們今天會計這邊付給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做登記付款動作 好 這樣以上就是去補這個Wilson他怎麼去 去補他4萬多塊的一個佣金的流程 好我們從這邊這個Settlement這邊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相關的一些detail 好以上就是就是在可能在幾個月前簽的訂單 那已經發出去一部分的業務獎金 那在最後兩個月後或三個月後 他最後的結算的業務獎金 那其實都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他就會自動去扣回來這樣子 要是不就 有東西 你 好